骑车经过巷口穿深色短袖的男子突然往后退 手一绳往热裤女骑士的大腿靠近 被害人回头试图抓住对方 但太迟了 女骑士一个重心不稳还差点跌倒 男子骑车经过这里发现 女骑士准备要过马路 她竟然是以倒退的方式 慢慢靠近对方 还伸出闲猪手偷摸趁机开流 偏偏骚扰一个女孩子还不够 时隔不到一个月 她又在路上寻找下手目标 这回一样骑车上路 看到有女生沿着路边走 竟然伸出闲猪手 席凶被害人想叫住她 早被甩得远远的 更扯的是连骑单车的女孩 她也不放过 尾随在后趁机骚扰 这一面只用上头说话来骚扰女性被害人 这回更夸张更在同一条路上 来对两名女子架手 他们当下都有报案 而警方抓到人之后 也将整件事情串联起来 不到一个月 新北市有三名女孩子接连 被男骑士生狼爪 警方掉跃电眼 发现都是同一人所为 只是50岁黄姓嫌犯到案之后 仅仅坦诚 骑车经过 否认有偷摸 不过监视器拍得清清楚楚 法官从各方证据认定 他确实趁人不备 动手骚扰 一审判刑 七个月有期徒刑 警方调查 这名涉案骑士没有工作 四年前开始 就曾经因为类似行为被逮 没想到他没学乖 这回在大街上 又对落单女子上下棋手 好在被害人勇敢站出来 报案提告 让色狼得到法律制裁 提问神议员黄金轮礼节 是不是想不到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